大家好 这是并行计算讲堂的第五集 在第三跟第四集 我们讨论的是Process 第二集我们讨论在以后各级 所需要用到的作业系统和硬体的细节 第一集是个开胃菜 所以您看第五集以前 非常建议你先看完第二集 然后第三跟第四集 有关Process的讨论 这一集我们讨论Threat执行线 执行线在目前是一个相当热门的课题 不过呢 这一集只是讲基本观念 因为我们后面很多很多集 都是有关如何使用执行线 Threat各种技巧 所以这一集真的就只介绍了基本观念 第五集的名言是Alan Perlis 这是一位早期非常有名的软体工程师 跟软体工程的教授说的 他说在学习的时候 你想你了解了 但是你要把你学的东西写下来的时候 你才会更加确定 接着你教别人同样的东西的时候 你够更肯定你了解到什么程度 但是只有你在写程式的时候 才能真正体认到自己已经充分的了解 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在写程式的时候 所有细节通通汇集在一起 大大小小通通要写到程式里面 如果你没有充分了解 你的程式多半就不会成功 换句话说 很可能就是错误的 在这一集我们会谈到 什么是执行线 使用thread的好处 thread有两种形式 使用人的thread和系统thread userthread和kernelthread 复线作业模型 复线作业就是multi-threading 把一个程式分成好几个部分 每一个部分都是一个thread 它们可以并行也可以是平行 我们还会讨论到非常基本的 当你使用多核心程式 写作要该注意些什么事 接下来是两个次要的观念 一个叫做thread cancellation 取消一个thread的执行 也就是说在一个thread 还没有做完以前 我就把它杀掉 然后thread专用跟thread安全 是什么意义 这两个字是常常见到的 最后呢 我们谈coroutine 协同函数 还有fiber fiber在这边 我翻译成直行的纤维线 不过为了缩短使用的字数 所以我就只用纤维线 这就是整个技术上讨论的终点 然后我们回顾一下历史 早期对thread的使用的方式 还有些概念 在我们谈到多核心程式 写作的基本观念的时候 说到一个叫做 本质上的顺序性 inherently sequential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一集的影片的说明 请仔细看看 那里有目次 还有连接 让你到我的一个专门网页去 在那里可以下载 投影片跟程式 但是这一集没有程式 只有投影片 好 我们就开始解释 什么是一个thread thread我把它翻成直行线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贴切的译名 我们看到流水线生产线 那么我翻成直行线 以前台湾有人翻成直行旭 就是光续黄帝的旭 我觉得这是有一点 太斟酌这个名词而脱离的现实 大陆也翻成县城什么 那都无所谓 我这里呢 就用直行线 我常常就跟在讲process process我以前翻成形成 所以我这中英文呢 常常会调着使用的 什么是一个thread呢 thread是一个基本的 可以在CPU或者是core里面执行 但是却有某一个调度城市管理的执行单位 换句话说 thread就是一段城市 这段城市它是由某个scheduler scheduler我这边翻成调度城市 由某一个调度城市去管它 它什么时候可以做 什么时候不可以做 什么时候停下来 什么时候可以再继续执行的一个执行单位 这个调度城市呢 可能是作业系统里面的CPU调度城市 也可能是其他的调度城市 换句话说 thread是一个可以被调度的执行单位 thread是由process产生 它不会自己跳出来 就跟process 我要把某一个城市当作一个thread产生 那是不可能的 我们的城市会变成process 在process里面呢 产生thread 如果你还记得第三集里面 我们讲process的时候 我们说process有一些东西系统用来指认这个process 同样的对一个thread而言呢 它有一个thread ID来辨明 这是哪一个thread 在这里我们用tID 就跟我们process用pID 它要有一个program counter 它指出下一个该执行的指令 这个并不会随时更新的 而是说当一个thread被暂停了 那么它下一道指令的位置就存到这个program counter里面 这个program counter一般都是存在tID里面 它需要一组暂存器 当然它还需要一个stack 为什么一个thread也需要一个stack呢 如果你倒回去看看process process是一个城市在执行 在执行的时候 一个函数call另外一个函数 那个函数可能要call另外一个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call跟return是一个先进后出 它正好就是一个step 同样的一个thread它就是一个函数 函数还会call函数 这些函数进进出出呢 也跟随着先进后出或是后进先出 所以每一个函数它的局部性变数 就是在函数里面宣告的变数呢 我们需要一个step去储存它 这一点跟process相同 我在这边讲的比较简单 如果你需要仔细的请回去看第三集 但是呢 thread我们说过了是由process产生的 所以由某一个process产生的所有的thread 它都共用那个process所拥有的资源 这包含了code的区域跟data区域 code就是城市指令的区域 那个区域是画下来储存城市的指令的 data区域就是资料的区域 它是画出来储存那一个城市的整体变数的 当然除此之外 还有其他的作业系统的资源 比如说记忆体 也就是hip 还有档案等等等等 换句话说 一个process它会产生很多thread 这些thread都共用那个process所产生的资源 这些thread呢 除了很特殊很特殊的情况 它没有办法用超过这个process 所拥有资源以外的东西 那正因为thread需要的系统资源比较低 比process低很多 所以呢 thread有时候会被叫做 轻量process lightweight process LWP 而process呢 叫做重量process heavyweight process 这是最基本的有关于thread的观念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单线作业跟负线作业 这是指一个process而言的 在一个单线作业的process 我们叫做single threaded 它有一个PCB 我们第三集讲过啦 它还有记忆空间 还有一个stack 这个stack呢 使用人呢 跟系统里面是看作一起的 为什么它系统里面还要有一个stack 譬如说 这个process 它有一个system call 进入了system 这是属于这个process进去的 这个system里面呢 它还需要call其他的函数 那些函数就使用这个process的系统stack 当控制权交回给使用人的时候 使用人就用这一段 所以它这个stack既包含了系统的部分 也包含了使用人的部分 这是一个process 它没有thread 换句话说 一个process就是一个thread 所以我们叫它做single threaded 但是现在近代的作业系统 几乎都容许一个process 产生很多个thread 这样子我们就变成复线作业 multi threaded 这个process它仍然有一个PCB 它仍然它在进入系统的时候 它得到使用人的记忆空间 每一次我们产生一个thread的时候 我们就要有一个thread control blockTCB 每一个thread它都有一个使用人的stack 跟系统的stack 你再产生下一个thread 它又有那个thread的TCB跟它的stack 在第三个 它就有第三个TCB 还有它的stack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一个复线作业的process 它除了具有原来的这些 process该有的东西之外呢 每一个thread它还有它独特的东西 当然这个process也有 这个使用人的stack 跟系统的stack 不过一般来讲 在一个multi threaded process里面呢 原来run的那个process 就是一个thread 所以你可以把这边的一串TCB 看成是那一个process的PCB的延伸 而那一个属于那个process的thread 就是这里的stack 所以这就是单线跟负线作业的差异 为什么使用thread 第一个它的好处就是反应能力会更快 比如说因为某一个什么理由 一条thread不能执行了 比如说它要做输出输入 它要等某一个现象发生等等等等的 然而同一个process里面的其他thread 仍然可能可以执行 我没有说一定可以 我说仍然可能 比如说我一个程式里面有两条thread A跟B A做到某一个地方 它必须要做输出输入 A当然就不能继续了 我们在很久以前就说过了 如果你有两个CPU 或有两个corethread B它仍然可以执行 调度程式如果挑到了B B就可以做了 虽然A是停下来的 那如果没有thread 当你做到输出输入停下来以后 你什么事情的也就不能做了 虽然你其他的部分 做的计算跟这个输出输入 都没有关系 正因为这种原因 一个复线作业的程式 它的反应能力会比一个单行的快得多 第二点好处就是共享资源 在约定并没有特殊的要求之下 一个process产生的所有thread 会共用许许多多 属于那一个process的资源 档案记忆体等等等等 我们在刚刚讲过了 第三个是经济效益 因为一个process会使用很多的资源 我们要产生一个process 摧毁一个process 为它配置记忆体跟其他的资源 甚至于做切换执行环境 在这边我叫做context switch 网上甚至还有书翻成 上下文切换 我觉得这相当不切题 因为它就直接翻了context这个字 context的你查字典 它多半就告诉你上下文 但是在作业系统context 指的就是一个咨询环境 做这些事都相当费时间 但是thread使用的资源少 你要产生一个thread 摧毁一个thread 我不需要做太多的事情 因此使用这些作业也相对省时间 这是为什么从1980年以后 thread的使用就越来越广泛 几乎所有后来的系统 也都支援thread 也就是这个好处 如果你的机器有好多个CPU 或是一个CPU有好几个core 好几个核心 那么第四个好处就是 使用多处理机的架构 为什么呢 如果一个处理机 可以同时执行 同一个process的若干个thread 譬如说我有两条thread A跟B 现在刚刚好就有两个core 是空着的 于是调度程式就可以说 A在第一个可以用的core B在第二个用的core 所以呢 当系统里面有这种多处理机架构 而我的程式又是复现作业 很有可能 我所有的thread 在某一个时段里面 它可以同时执行 更重要的是 你不需要修改程式 就可以做得到 这就是使用thread的好处 接下来 我们要谈的是 使用人thread userthread 以及系统thread kernelthread 现在userthread 使用人thread的 使用的方式已经不多了 这个通常是在比较早期的系统 系统它未必支援thread的时候 在使用人的空间里面 我们自己可以造出thread出来 那在使用人thread方面呢 这些thread是在使用人的层面支援的 换句话说 系统根本不知道 你的城市里面有thread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如果你的城市是在使用 使用人thread userthread 那么你多半在使用一个城市库 这个城市库支援thread 由这个城市库里面 某些城市帮忙产生停止一个thread 跟另外一个thread会合 这边的会合有一点像 我们在第三讲讲的 unix里面的wait 甚至于这个城市库呢 还可以帮忙调度 这些使用人的thread 可是要注意到 这个scheduler 这个调度程式 是在使用人的空间里面进行的 系统根本不知道有这个存在 那正因为 使用人的thread 不需要系统介入 系统根本不知道我有我的thread 所以我要做产生停止 会合等等的事情 甚至于调度 我都不需要进入系统 也就是说 不需要透过system call来处理 每次跳进去 进入system 就会有interrupt 事实上这些都是truck 这会比较浪费时间的 所以使用人thread的效率会比较高 因为我自己做就可以 根本不需要你干涉了 然而这是最重要的 使用人thread的问题 因为系统只认得 包含了产生这些使用人thread的process 一旦这个process被暂停执行 于是这个使用人的thread呢 没有一个就可以动的 为什么呢 包含了这些使用人thread的process 它没有CPU可以用 当这个process 它没有CPU可以用的时候 在使用人thread的这个调度程式 它没有CPU可以用 它也没有办法说哪一个使用人thread可以占CPU 因为它没有权利让使用人thread去占CPU 它唯一能够让使用人thread执行的时候 就是包含了这些使用人thread的process 它拥有CPU 它可以执行 所以一旦一个process被暂停执行 它产生的使用人thread也通通不能执行 这是它最大的缺点 可是最大的优点呢 就是它不需要进入系统 什么我都不需要系统干涉 所以它的效率会比较高 另一方面呢 就是Curnal Thread 系统thread Curnal Thread是系统直接支援的 系统负责产生停止一个thread 跟另外一个thread去汇合 系统也负责调度这些系统thread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换句话说 系统知道也得做我们刚刚所讲的 所有的事 统统要在作业系统里面完成 每做一个这个的事 我们就要用system call 跳进系统 系统帮我们做完了以后 再把控制权还给我们 这些都是系统的负担 所以系统thread的效率 跟使用人thread效率相比 是比较低的 因为thread 不管是使用人还是系统的 它需要的资源比较少 所以系统thread的效率 仍然比process高 所以到目前为止 用使用系统资源来看 process是最高的 其次是系统thread 最低的呢 就是使用人thread 在另一个方面 当一个系统thread 由于某种原因 不能执行了 比如说输出输入 等待一个事件 同一个process 其他系统thread 仍然有机会执行 因为CPU的调度程式 认得所有的系统thread 当我里面有两个系统thread A不能动了 CPU调度程式 很可能挑B去执行 这是系统thread 最大的好处 更重要的是 如果系统它有多处理机 或多个核心 作业系统很可能 把这些系统thread 安排到不同的处理机 或者是核心上执行 这就是为什么 当我们有多处理机 或是多核心的时候 越来越多的系统 支援系统thread 而越来越多人 少用使用人thread的原因 更重要的是CPU越来越快 这些系统的负担 跟CPU的速度相对而言 低了很多了 我们假设我有好几个CPU 这个CPU被这个CPU Scheduler控制 当一个CPU有空了 Scheduler就挑一个process 或者是系统thread 让它去使用 在系统里面 它有很多系统thread 我们可以把这个系统thread 摆在调度程式的下方 把它们当成一种虚拟的CPU 当这个CPU有空 调度程式去挑 这个虚拟CPU 把它变成这个实际的CPU 当这三个都有空 调度程式这边挑一个 这边挑两个 于是让它们分占 三个实际的CPU 所以这三个系统thread 马上就变成可以占用CPU的 可以执行的thread 这两个没有占到的 怎么办呢 等到有一个CPU有空的时候 很可能就会被挑中了 从使用人的观点来看 使用人产生process 这个process 不管它是用使用人thread 还是系统thread 它里面多半有一个 类似像thread调度程式的 一个程式在里面 这个产生三个使用人的thread 如果我们给这个process 只有一个系统thread 当这个process在执行的时候 它就相当于这个系统thread 当这个系统thread run 这个process的时候呢 它有CPU 这边的在使用人空间的thread 调度程式 它可以挑这三个 任何一个去执行 同样的 这个使用人呢 它有一个process 但是它得到了两个系统thread 这个thread的调度程式 它知道它有两个 它认为它有两个CPU 一个在这里 一个在这里 虽然这两个都是虚拟的 然而一旦调度程式 给了其中一个CPU 这个就变成实在了 它就有一个CPU可以用 当然也有可能 这个process 同时可以得到 这两个系统thread 而这两个系统thread 又被系统的CPUscheduler 放到两个不同的CPU执行 所以这边 在使用人空间的 这个调度程式 它认为它有两个CPU 它可以随时选 这三个thread里面的两个 让这个在这里 让这个在这里 那这个暂时就空着 当这个不让的时候 它可以把它原来 给这条thread的 钻给它 同样的道理 我们还有一个 更新的观念 我们先看这里 这个process 它取得了两个系统thread 也就是两个虚拟的CPU 它有一个threadscheduler 它底下 它有四个thread 这个四个thread呢 它只有一个虚拟CPU可以用 这个虚拟CPU在执行的时候 这个threadscheduler 它可以给四个其中的一个 然而 这个process 它可以产生一条thread 这条thread呢 一般叫做系统支援的thread 也就是说 它是产生了这条thread之后呢 这个process就跟系统说 我不管了 这条thread你去管 我只管我自己的视角 这条是我产生的thread 可是是属于系统的 这种叫做 Curnal Supported Thread 这个大致上就是近代系统的一些观念 虽然各个系统的制作这个方式也许有差异 接下来我们要谈 附线作业 Multithreading的模型 不同的系统可能会用不同的方式支援thread 下面是常见的方式 多对一 many to one 前面是使用人的 后面是系统的 这个意思是说 一个系统thread 可以对应着好多个使用人的thread的模型 另外一个是一对一 one to one 每一条使用人的thread 都对应着一条系统thread 一些老机器 老作业系统 它没有复现作业 就是这样子 Windows老的时候也是如此 多对多 就many to many 若干条使用人的thread 对应着若干条系统thread 我们刚刚的图里已经看过了 我们把这个观念再仔细说说 这是多对一 在使用人它有好几条thread 但是这些thread的process 只拿到一条系统thread 当这个process 取得这条系统thread 在执行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从 这个process 它得到了一个Virtual CPU 这个Virtual CPU 被连接到某个实际的CPU上面 于是这边的使用人里面的 这个thread调度程式 它就让这三个其中一个去做 于是每一个process 都有若干的使用人thread 它们都对应到一条 给process用的系统thread 一旦这个process被暂停 失去了CPU 也是这个断线了 在它底下的这个scheduler 它就失去了CPU 它就不能调度这三条thread 因此所有使用人thread 也就都不能执行 第二种呢 就是一对一 一条系统thread对应着一条使用人thread 这是极端的个案 传统的UNIX跟很老很老的机器 我们仍然想象它有这么多个CPU 它有一个调度程式 每一个process 它都对应着一个系统thread 相当于是一个虚拟的CPU 当它被调度程式放到CPU里面的时候 它就在那个CPU上执行 可是它也只有一条thread可以做 换句话说 每一个process 它是单线作业 它不是负线作业 另外一个呢 是目前相当流行的做法 不管你有多少个process 每一个process里面 产生了多少条thread 每一条使用人这边的thread 它都对应着一条系统thread 所有的这个12个使用人thread 它就有12条系统thread 由CPU的调度程式负责调度执行 如果某一条系统thread不能执行了 它对应的这个也就不能执行 如果这两条不能执行了 只有这个可以执行 那么这两个就停了 这个可以继续 目前的新的系统几乎都是这样子的 多对多模型 many to many 每一个process 它都可以有若干的使用人thread 但是呢 它未必每一个使用人thread 它都会对应到一条cernalthread 比如说这边有三条使用人thread 它只有两条系统thread 这边三条也只有一条 而这边呢 就跟刚刚一样 一对一 三条使用人thread 它有三条cernalthread 在这种情况之下 同时有两条使用人thread可以执行 谁可以执行呢 被这边的调度程式决定 一旦我们知道这条对应的这条 这条对应的这条 当这个系统thread不能执行了 这条也就不能执行 这是三种常见的模型 下一个论题 我们以后会谈的更多 也就是你的cpu 一个cpu 你每次只能单线作业 在多cpu 每个cpu又有很多个核心之下呢 cpu调度程式就可以选若干条thread 每一条thread给它一个核心去执行 所以资源多核心的系统 要比想象中复杂的多 程式呢 也变成复线作业 当然也就跟着复杂 在写作这些复线作业的程式的时候 需要注意到五项课题 工作分配 也就是分工 第二个呢 是工作量要均衡 第三个 如何划分资料 第四个要注意到 资料的独立性 最后也是最让写 复线作业程式的人 头痛的就是测试和征措 第一个 我们看工作分配 它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每一条thread 都可以在不同的核心里面执行 我们就得分析问题 把程式的工作分拆出来 使得一个程式的工作呢 可以分散到不同的核心上 平行或是并行的执行 我们看矩阵相乘 就是很好的例子 两个矩阵 A跟B相乘 我们假设 A行的数目 跟B列的数目相同 得来的矩阵C 它里面的元素 我们叫Cij Cij怎么算的呢 我们拿A的DI列跟B的DJ行 把这些元素两两相乘加起来 那个值就是Cij 我们从这里看 我们假设A有N行 B有N列 AIK乘上BKJ 也就是说 当I是固定的 J是固定的 我们让K从E变到N 第一个元素 跟这边第一个元素相乘加起来 第二个元素跟这边的第二个元素相乘加起来 最后一个元素跟最后一个元素相乘加起来 那就是我们的答案 当计算Cij的时候 我们只会取DI列跟DJ行 我们不会改变它的数值 这是给我们想到一点 我计算所有Cij的时候 我可以同时进行啊 因为我只要把算出来的结果放到C里面 我们的想法就是我们就给每一个Cij一条thread 这条thread呢给它I的值 给它J的值 这条thread就I1 EJ I2 2J 等等等等 IN JN 把它这个相乘加起来 的结果就存到这里而已 我们在这条thread 我们叫它做IJthread 它不会改变A 也不会改变B 所以所有的Cij的计算都可以同时进行 我们在计算Cij的时候 因为这边有N行 这边有N列 所以我们需要有N个乘法 我们需要多少个thread呢 M庭方格 因为每个元素都需要一个 那这边有多少个 就是多少个 我们假设AB都是N行N列 因此呢 在算C这个矩阵的时候 我们总共需要N的三十方个乘法 原因是C有N乘N个 也就是N平方个元素 每个元素都需要N个乘法 所以总共乘法数目就是 order的N的三十方 但是如果我们用N平方条thread 每一条thread算C里面的一个元素 我们让这个N平方条thread一起进行 假设我们有那么多个core 如果你用GPU的话 这是可能的事 所以这N平方条thread一起工作 那么它只需要N个乘法 就算出结果 每一条thread都用N个乘法 因此在这种复线作业之下 我们只需要N个乘法的时间 就算出结果了 虽然我们需要N平方条thread 可是如果你只用一个CPU的话 算矩阵的结果需要N的三次方个乘法的时间 因此在这个情况之下 复线作业要比单线作业快了N平方倍 但是千万不要那么乐观 有一些问题 它本质上就是顺序性的 也就是Inherently Sequential 这些问题很难被转换成平行或是并行 或是根本就不可能 我们这一讲最后会大致解释这个观念 这是工作分配 我们想办法把我们的程式拆成好几个部分 让他们可以独立的执行 正因为他们可以独立的执行 他们可以分到不同的执行线上面 这条执行线就可以在不同的核心工作 工作量均衡呢 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念 我们分给每一条thread的工作量 它占总工作量的贡献比率 应该要大致相同 我们看刚刚的几阵相承 每一条thread都需要N个乘法 大家都一样 没差 但是如果你这个工作量分配给不同的 虽然不均衡 很有可能你就会造成下面的这么一个现象 如果有一条工作量不显著 他做的 他的工作量不多 但是他却常常被执行 一执行了 他做一点点 他就停下来 然后等到他又可以执行了 他又做一点点又停下来 于是就发生一个现象 他常常占一个核心 因为这个工作量不显著 但是又常常执行的 会常常站一个核心 那么那些具有正常或是过分工作量的thread被执行的机会就降低 结果就是整个城市的效率也就跟着降低了 所以在写复线作业的承受要切记一点 每一条thread它的工作量应该要相当平均 下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如何划分资料 这个意思是说我们尽可能把我们的资料切成若干的段落 使得每一个段落都可以独立处理 当然很可能你的城市从头到尾都做不到如此 但是你很可能说城市某一段 他处理某一个区域的资料说可以 到了下一个阶段 这些划分的方式又不一样了 所以在第一个我们讲到把工作分开来 让可以独立处理 第二个我们讲到资料划分的时候 就是把资料划开来 让它们都可以独立处理 举证相乘我们看过是非常非常好的例子 每一本教科书都会提到 快速排序QuickSort是另外一个好例子 QuickSort的意思是说 我有个阵列我要把它排序 我给这个排序的程式 这个阵列的左边的元素 跟阵列右边的元素开始的时候是0 右边的是N-1 N是元素的个数 于是快速排列的做法呢 收到左边跟右边 也就是L跟U 它就透过一个分割的程序 每一本课本说法都不太一样 但是现在很流行的做法 它就透过一个叫做Partition的一个程式 这个程式就找出一个中间值M 经过这个Partition 这个分割的程序 它就把从L到U之间的元素 掉来掉去掉来掉去 最终在某个位置 希望它在中央我们说的是M 它就把这个元素掉了出来 在这个元素左边的每一个元素都比它小 在它右边的每一个元素都比它大 那当然在M这个位置的元素呢 就在它已经被排好的位置了 当我们排完以后 我们知道从L到M-1没有 从M加1到U也没有 于是我们可以用同样的QuickSort去排L到M-1 在同样的用QuickSort去排M加1到U 排这一段跟排这一段 它们完全独立 不但工作是独立的 连资料都是独立的 所以当我们经过Partition找出中间元素的时候 我们可以产生两个Thread 一个处理这边 一个处理这边 于是我们就有了并行的方式 正因为每次找出这个以后 我们就把它切成两段 所以产生这些Thread的结果 差不多就是一个Binary Tree 二元的竖状结构 如果你做了程式习题二 我们在那边用好多个Process 也叫做Multiprocess的方式 执行合并的排序 道理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这点是重要的 怎么划分资料 第一点是怎么划分工作 我们看到两个例子了 甚至于连习题二的话是三个例子 看起来好像都很简单 因为我们找的是最典型 也最容易说的例子 他们不但工作是独立的 资料也可以是独立的 然而在实际的应用里面 这种情况发生的机会不大 我们要注意到 有没有一些资料包含档案 是被若干一个Thread一起使用的 譬如说你可能有个变数 这个变数指是什么的时候 你要做什么事 某一条Thread要做什么事 是什么的时候 另外一条Thread该做什么事 这个资料就失去了独立性了 因为它不能被两条Thread同时去处理 事实上如果若干一个Thread会用到同一笔资料 这笔资料在各个Thread之间就不再有独立性 而是某一些Thread会依赖另外一些Thread更新那一笔资料后的性质 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失掉了资料的独立性 如果你处理的资料没有独立性 很可能你会得到意想不到的结果 如果你处理不好 因此如果情形发生了 我们就得用同步这个观念 Synchronization 这个同步的观念最简单的说法就是 我有一个共用的变数 或是一个共用的资源 我在任何时刻 我只能让一条Thread去使用它 如果有两条Thread同时想要使用它的话 其中一条必须要等到 使用的那条做完为止 究竟哪一条Thread可以先用 很抱歉 那就很难了解了 在写作这些复线作业的程式的时候 同步Synchronization 是一个相当难度 也很不容易做得好的课题 我们这个课程的下半部几乎都是在讨论这种技巧 学生觉得有困难 也通常就是在这个时候 不但如此 当你进入同步 做得好固然很好 做不好的话 你头会很大的 因为征挫与测试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 原因就是复线作业的程式的行为是动态的 Dynamic 特别是你有共享的资源的时候就更是如此了 如果你跟着第一集第二集这么一路过来 你看完习题你也自己包 程式下载 在你的机器上试过以后你就知道 得来的答案 输出的结果常常顺序不同 这还是好的 因为我们的例子就没有那些需要同步的 如果你的程式是需要同步 但是你又没有做好 很可能会出现下面的这种情况 在这次测试中出现的错误 你发现程式错了 你再让一次错误不见了 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测试都不见 可是第五次跑出来了 很可能是在你测试的时候都没有出现 你把程式交上去了 你的顶头上司或是你的教授 让第一次你的程式就出错 这会令人头痛吧 你跟他说我在这里面做都没有问题 那教授说我怎么一做就出问题呢 那就你的程式就有错了 另外一个可能是或是这次测试没有错误 但是下一次测试的时候就出来了 所以一个是你一直出现错误 但是你交上去的时候 程式却没有错 你运气好 运气不好是你这次测试都没有出现错误 但是你交上去错了 那你只能说运气不好 万大 或者是你每次都出错 你每次城市都当机 或是得来的结果都不对 但是错误却都在不同的地方 让十次可能十次不同的地方 这就是很头痛的问题 所以测试在一个复线作业底下 常常会出现问题 而且更重要的是 有些错误在整个城市的生命期 都不会出现 但也可能在完全出无意料的时刻出现 我有个学生 他修过这门课 他到了一家大公司去 那家大公司使用一套软体 进行复线作业 他们发现这个软体有了问题 三个月了 那些工程师跟软体设计师 都没有办法排除 有一次我这个学生 跟他们吃午饭聊到这个问题 我的学生说 我修过这个东西 让我试试看好不好 他们原来不相信他 因为他只是大学毕业生 那其他人呢 不是硕士就是博士 于是他就直接跟他的老板试一试 他说他们说的问题 我觉得很有意思 让我去试一试 那我这个学生 经过这门课程的训练呢 他四五天就把错误找了出来 当然他日后升官就很快了 有一些争错的课题 比如说竞争状况 就是你没有做好同步 让好几个threat 在同时去更新一个共用的资料 你不知道结果会是什么 或是系统的get luck 你的程式做得好好的 可是呢 你一交上去的时候 或是你已经给了客户了 他突然就卡在那边 完全不能动了 这些课题呢 没有很高效率的解法 特别是竞争状况 根本就无解 你只有怎么说呢 你在设计的时候 就不要把它摆进去 所以 复现作业的测试跟征错 是一个艺术 写程式的时候 就需要很仔细的规划和设计 我们往后 从下一讲开始 我们就会讨论这些课题 或许你会说 我可以找个debugger GDP这样子的 一步一步走下去啊 你这么想 你可能就错了 再好的debugger 都很难解决这个竞争状况 为什么呢 假设你的程式 有三条threat ABC 你认为Athreat出错的机会很大 所以 你就run这个程式 用你的征错程式 走进threatA 让它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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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B跟C继续让它run 你这么做的时候 有没有想到一点 让A一步一步走 B跟C让它继续执行 于是你人为的 改变了你的这个 复现作业程式的行为 因为实际上 在系统里面 这种不会发生 所以你有可能找到错误 但是你找不出错误的机会 可能更大 我们后面会提到一些 如何找这些竞争状况的技巧 什么叫做取消threat的执行 Threat Cancellation 取消threat执行 指的是终止一个 正在执行的threat 也就是说一条threat在它执行完成之前 就终止它 就好像我们在第一讲 你下达kill的指令 把一个正在执行的process 把它杀掉 这条被取消的threat 叫做目标执行线 或是target threat 取消执行呢 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非同步 Asynchronous Cancellation 在非同步取消之下 目标threat马上就停止 无话可说 我叫你 你就停了 另外一种呢 是比较复杂的 叫做延迟取消 Deferred Cancellation 当你下达延迟取消的命令的时候 目标threat它会停止执行 没错 它停止正常的执行 但是呢 会容许这个目标threat 它周期性地检查自己 是否应该进入已经结束 terminated的状态 换句话说 当你要求延迟取消一条threat的时候 它真的会停止它的正常的执行 但是它会三不五时的 会跳回来看看 我是不是应该变成terminated 停止实行并不再terminate 它只是停了下来 它并没有结束 那么它暂时回来干什么呢 它看看 我是不是有些事情 我该做而没有做完的 可是我也无法在那个时候做完它 因此它随时都回来看看 一直到它可以把它做完为止 这个最重要的就是 收回系统 给那条目标threat的资源 于是呢 这个目标threat就可以有一个 有序结束的机会 目标threat可以让自己进入 结束状态的地方 叫做取消点 cancellation point 写作这种程式呢 通常不会是一般的应用程式 而是在那个应用程式里面 负责配置资源的那条threat 在非同步取消之下 一条目标threat拥有一些系统中的 共用资源 目标threat被取消的时候 系统不一定能收回这些资源 因为有可能 其他threat正在使用 为什么 假如我有一条threatA 它跟系统要求了 这块记忆体 那块记忆体 它要求了这些记忆体 可能是被其他的threat使用的 但是在非同步取消之下 这条threat马上就停止了 它根本就没有机会 把它要求来的记忆体 缓解系统 但是系统能不能够把这些记忆体收回呢 不一定 因为正在使用这两块记忆体的threat 其他threat还在用它呢 所以在延迟取消这种方式之下呢 那条目标threat可以随时看看 我虽然停止执行了 我要看看 我配置下了这个记忆体 我可不可以把它还给系统 一直等到我可以还给系统的时候 我就把这些资源还给系统 等到我所有的给我的资源 或者其他的东西 通通清得干干净净了 它才结束 就像你租了一个房间 暑假你得搬出去了 你总不可能把很多东西留在那里 你留在那里 房东会叫你把这些东西搬走 房东要等你把这些东西通通搬走 才可以把房子租给别人 这道理是一样的 这就是非同步取消跟延迟取消的差异 很多系统对process跟threat都使用非同步 因为简单 在unix里面我们已经看过 用kill命令或是kill system call 就对process进行非同步取消 process是一个标准 这个标准之下呢 有一个threat的标准叫做pthreat 它就支援延迟取消 虽然你不一定要用 在两个名词 threat专用跟threat安全 threat专用是什么意思呢 threat specific 它指的是那些资讯 是为那些threat用来做自己作业的资讯 我是一个threat 当我执行的时候 我需要用到一些 为了我可以正常执行 配置下来的资讯或资源 这些就是threat专用的 对threat专用的资料 资源不足 可能就会发生问题 譬如说 虽然每一条threat 都有自己的stack 我们一开始就讲过了 但他们都共用产生他们的process的heap 换句话说 process产生的时候 它就有个heap 这个process产生一条threat 它哪里取得记忆体 为这个threat配置stack呢 就在那个process的heap里面 请看看第三集中有关process记忆空间划分的说明 所以process的heap是给所有的threat共同使用的 如果你一不小心把那个heap弄坏了 很抱歉 那底下的threat很可能也就通通死掉 我再给大家两个例子 如果我们现在有两条threat 他们同时在两个不同的核心执行 那么在执行时 他们又同时教用emalock 希望在heap里面配置记忆体 因为这同时发生 所以有两个copy 有两份emalock 分别在两个核心里面执行 这两个emalock同时去搜寻heap里面的空间 很有可能这两个emalock的copy 搜寻heap的空间 他找到同一个 于是就把同一个空间切成两段 他们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 所以在第一个核心执行的emalock 把那个已经配置的记忆体 给在第一个核心的threat 然后第二个核心里面执行的emalock 他也把它找到了给他第二个threat 所以这两个threat就用到同一个地方的记忆体了 请看第三讲里面的 怎么样去搜寻在heap里面的空间 或者是这个是大家就更清楚了 两条threat同时使用printf显示资料 我们在第三讲的32到34也已经看过 常常你屏幕上显示出来的东西乱七八糟的 所以呢 这是threat专用的资料 没有保护的很好 一个程式库的函数 如果同时可以被若干一个threat教用 他都能够正常工作的话 这个程式库或者函数就是threat安全的 threat safe 现在新的程式库都是threat安全的 最后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叫做协同函数跟潜围线 我们一般在教用一个函数的时候 函数从它的第一条指令开始执行 所以函数的第一条指令呢也就是那个函数的入口 虽然离开函数的时候可能有若干个出口 你可能有不同的return 可是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总会只有一个入口 然而一个coroutine 协同函数 它却会有好几个入口 也有好几个出口 当我们call一个协同函数的时候 它会从上一次离开那个函数的出口的下条指令开始执行 我们看个例子 我们有ABC三个call routine 第一次call的时候当然总是从第一个入口开始 A开始执行 到了某个程度 A呢就callB 于是进入B B执行到某个程度 BcallC C执行到某个程度 callA 因为ABC都是协同函数 当你callA的时候 它就会从上一次的出口的下一个指令开始 所以当CcallA的时候 它就会从上一次出口的下条指令开始 A做了一段时候以后 AcallC 那刚刚离开C是在这里 所以当AcallC的时候 它会从上一次C的出口的下条指令开始 做到这里 CcallB B离开的时候是这里 所以它下一次进来的时候 它就从这个出口的下条指令开始 做到这里 BcallA 它这么进来 A再callB B再callC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看到 这是一个执行的流程 A进入B到C C回到A A再回到C C再到B B到A A到B B再到C C做完 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callRoutine 执行的方式 记住 你call一个callRoutine的时候 它是从上一次出口的下一条指令开始 你第一次call它 它就从头开始 那么从这种出口入口 这种方式看来 比较反应快的同学 很可能就想 这很像schedule的调度程式 没错 我们就把这三个当作ABC 当作三条thread好了 A执行了 被打断了 于是ProgramCounter就指向被打断的那条指令下一条程式 调度程式让B去做 B开始执行 然后被调度程式打断 控制权就交了给C的第一条指令 C做完了 被调度程式打断 调度程式说 我回来给A好了 所以控制权回到A的时候 就从A所登录下来的那个ProgramCounter 那就是上次出口的下条指令 那A在做做 又被调度程式打断 调度程式说 我给C做 所以呢 调度程式就把C 从上一次离开的那一个ProgramCounter 从那里开始做 所以这个出口入口这些地方 其实就是一个环境切换 context switch 这里从A切换到B 这里从B切换到C 这里从C切换到A 这里从A切换回C C切换回B B切换到A 等等等等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协同函数执行的方式呢 很像调度程式 事实上有很多使用人Thread 也就是UserThread的制作方式 就是使用协同函数来做的 最后一个我们要说的观念 就是纤维线Fiber 说起来应该叫做 执行纤维线 一条Fiber就是一个轻量的Thread 这就像是Thread是一条轻量的Process一样 然而有很大不同的就是 Fiber必须要人工的被应用程式调度 也就是说 系统里面没有可以调度Fiber的调度程式 那要怎么做呢 我们待会就可以看到了 Fiber是由Thread产生 它和其他被同一个Thread产生的Fiber 共享那一个Thread的资源 这就像是所有Thread被同一个Process产生了 共用那个Process资源是一样的 一条Fiber拥有一个Step 因为一条Fiber它也可能 各个函数扩来扩去 一定是 它也要有一组占存器 还有它的资料 或者是它的局部记忆体 我们刚刚讲过 Fiber它没有调度程式 它调度的方式是叫做一种 合作的方式 Cooperative 合作的调度 也就是Cooperative的Scheduling 是使用一种自愿的方式放弃CPU 而由下一条Fiber使用 有一些资源Fiber的语言 使用Yu或类似的函数 让就用这个函数或是Yu的Fiber 让出使用前 比如说 我是一条Fiber 我到了某个程度 我觉得我占用的CPU已经够长了 我应该下来休息休息 我就执行Yu 于是呢 我就会被管理这个Yu这段程式 放到某一个等待线里面 那么我下来以后 Yu的就找下一个上去 下一个呢 做到某个程度 Yu的他又退回来 他这里没有一个调度程式 说在什么时候让下一个做 反正是我不要做了 我觉得我占的时间够了 我自动让出 让出了下一个接受 所以这种就叫做合作调度 如果你有个一直在使用CPU的Fiber 你不让CPU 那说了说话 其他的Fiber都不要做了 Fiber比Thread简单 而且用类似协同程式的方式作业 你再回去想一想 我做到一个地方 我说我不能再做了 我Yu的 那接下来是B B再让了给C 就是这样子 所以一些比较古老的使用人Thread 就是用这种方式写作的 我们看到Process是最大的 Process产生Thread Thread产生Fiber Process不知道Fiber的存在 当Process执行这个Thread的时候 这个Thread里面呢 它就有一条Fiber在做 那这条Fiber觉得我该Yu 另外这两条 有一条就可以取得 当这个Thread失去了CPU的时候 这三个Fiber都动不了 所以你不妨把Fibers 看成一点使用人Thread的观念 这就结束了我们主要的论题 接下来是一些观念的补充 简单的历史回顾 我只讲Process跟Thread Process这个词 最实在1960年代中期 就已经被使用很广泛了 Multiprogramming就是副城市作业 也差不多是那个1960年代前后 Dijkstra 大家都绝对知道这个名字的 他是荷兰的Einhove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这个学校的教授 我不会念这个荷兰文 但是荷兰文这个学校 原来的写法就是这样 他就把前三个字拿出来 T-H-E 所以Einhove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就简称T-H-E Dijkstra是复线作业 还有资源共享 作业系统设计等等的先驱 他在Einhoven科技大学设计了一个OS 这个OS他就叫做T-H-E 1965年发表 他发表的文章里面就是说 我这个是一个Multiprogramming的作业系统 也就是他可以同时让好几个城市 这个字呢在学术界的论文里面就出现了 不过他的学术论文在1968年才登出来 另一方面 稍稍早一点点 IBM在1964年4月发表了IBM System 360 它开始了电脑世代的一个大革命 它所有的机型 它的指令 它的作业系统完全相容 甚至于到今天 IBM的Z Architecture 仍然可以让几十年前的城市 你只要重新compile一下就行了 System 360的作业系统 叫做IBM System 360 Operating System 我们通常叫做OS 360 它是1966年3月31号交给客户使用的 这是一个正式商业系统 Dijkstra的THE是一个研究的系统 所以我们真的来讲OS 360是一个革命性的作业系统 OS 360有四套不同版本 第一套是早期的叫PCP Primary Control Program 这是一套一次只能执行一个城市的OS 给那些小型机器用 很快就停用 受老的时候 它差不多就MSLOS那个等级 不过那时候的机器的记忆节也不大就是了 当这套系统停用的时候 IBM就同时推了两套大系统 这个叫做Multi Programming with a Fixed Number of Tasks MFT 这套系统是给IBM的中型System 360的系统用的 它最多只能支援同时执行15个城市 在早期只能执行4个 到后期的才能够有15个 这叫MFT 同时呢 这套系统有一个更大的版本 叫做Multi Programming with a Variable Number of Tasks MFT 这是给大型机器使用的 它去掉了每个时刻 最多只能执行15个城市的限制 这两套系统后来都有所谓的虚拟记忆体版 VS1 这套叫做VS2 然后VS又变成MVS Multiable Virtual Storage 给小型系统用的呢 IBM又推出了一个叫做 Disk Operating System 360 DOS 360 在IBM的术语里面呢 我们看到这边的Task 就是我们一路在讲的Process 然而OS 360跟DOS 360里面 也都支援Threat 在IBM的术语里面呢 它似乎从来没有用过Threat这个字 一直到最近 IBM把这种Threat通过叫做Task 在OS 360跟DOS 360之下 有很多Macro集体指令 它一条指令 它只是一条指令 它会被一串指令取代 这些集体指令可以产生Task 也就是我们说的Threat 而且进行同步Synchronization 这一套东西从1960年代 一直用到现在2020级 完完全全相容 这就是IBM从OS 360开始的 很大很大的贡献 使用人可以用一条Macro 叫做Attach 产生Task 用Detach把已经终结的Task删除 IBM用一个名词叫Serially Reusable资源 也就是序列性可以使用的 这种资源也表示任何一个时刻 只容许一个Task可以使用的资源 用今天的话来说 就是这些资源必须要互次地使用 最多只能有一个Process或一个Threat使用它 对这些互次的资源而言 如果有好几个 所以同时要使用呢 程式员可以产生一条等待线 一个Q 在使用一个共同资源前 用ENQ NQ 这个Macro 等待那个资源 用完了之后 用DQ 离开那条等待线 让下一个在等待线里面的Task 可以使用那个共同资源 使用人也可以定义一个事件 Event Event就用一个资料结构代币 使用人可以定义一个事件 用Wait 后面跟着一串事件名称 等待那件事情发生 像不像我们在讲Unix的 那个Wait System Call呢 当工作完成了之后 那个Task可以用PostMacro 宣告事情就发生 有些是等待的就可以离开了 或许你说 我从来没有用过IBM 因为IBM都是像说的大机器 不会是一般学生学校 或是小公司用得到 没有关系 很早以前 就有人设计了一个非常好的 可以在PC上面执行的 一套模拟系统 叫做Herculus Herculus可以模拟 IBM的370 390 跟现在21世纪的Z Architecture 你可以在这边找到 这个城市 很可惜的 它已经有很久没有更新了 如果你是用Mac 你用的是M版本 你很可能要把它的原始程式下载 重新编译 它那边只有Intel跟PowerPC吧 目前System 370的几个作业系统 像OS MDS 什么等等 甚至于VM370 还有Fortune这些编译程式 你都可以再往上找得到 你可以download下来 然后把作业系统安装到Herculus 所产生的虚拟机器 然后再把下载这些编译程式 装到那个系统上 你就可以在PC上玩几十年前的IBM系统 这些都是经典系统 应该要玩一玩 然而我们刚才讲过了 OS 360没有用目前教科书的方式 进行Synchronization 它用的是NQDQ Wait Post 然后很有意思 在1966年的时候 IBM推出了一个PR1F的编译程式 它的语言规格里面呢 有很完整的复线作业的功能 但是编译程式却没有公开给客户使用 所以使用人似乎只能使用集体指令 解决这些问题 在IBM的语言里面 你写一个集体指令 或是组合语言的副程式 让这些高阶语言去call 没有问题的 目前IBM的OS叫ZOS 它继承了几十年前的传统 这些功能也都有 而且更重要的也相容 在用attach所产生的这些task 和其他的task 共同被系统调度 所以OS 360对thread的资源 应该是我们前面说过的系统thread kernalthread 因为都是被系统调度的 thread这个字呢 在Jerome Howard Solz在他的1966年博士论文 他提到 这个字呢 是Vaisowski建议使用的 但那个时候他指的是process 而不是今天的thread 你可以在网上可以找得到 他这份1966年的博士论文 好 我们回到一个 我们没有说很多的一个话题 inherently sequential 也就是本质上就是顺序的 很难变成并行或平行的 我们要解释几个观念 我尽可能用直觉的方式 第一个 在理论计算机科学 在我的了解里面 台湾开这门课的学校不多 要开很可能都在研究所 如果输入的个数是n 那么p呢 是一个集合 这个集合是一些 可以用某个变数为n的多项式步骤 能够完成个问题的集合 这很绕口 就是我们有很多问题 有一些问题我们已经知道 解决这个问题的算法 只需要用以n为变数的一个多项式 就可以把它做完了 那么我们把这所有的问题 通通放到p这里 在理论计算机科学里面 p是那些比较简单问题的集合 那这些简单问题是什么呢 比如说 binary search 二分搜寻法 我只要用log2n个比较 排序 像合并排序 比较的数目是nlog2n 很多排序都是这样子的 我们也提过 矩阵相乘 是n的三次方个乘法 等等等等 这些都不是为简单的题目 因为他们都可以用n为变数的一个多项式 那么多步骤就做完 那你说我这里没有用n的多项式 没有关系 我们知道logn小于n 所以这边可以看成n 这边可以看成n平方 这样就好了 如果我们有足够的cpu或者core 而且在理想的情况之下 每一个thread都可以取这个处理机执行 我们就有另外一个集合 叫做nc 这个nc是所有那些 可以用n的p次方个处理机 然后用logq次方的步骤 可以完成的问题的集合 这里呢 p跟q是两个跟n无关的常数 它可以是整数 可能是无理数 可能是有理数 都没有关系 我们再说一次 nc是一个集合 这个集合是所有那些问题 我们可以用n的p次方个处理机 在每一个处理机 使用log2 q次方个步骤 就可以做完的问题的集合 这里要记住 p跟q跟n无关 每一个nc这个集合的问题 也是p里面的问题 因为我们只要把 每一个处理机的序列化就行了 比如说 我们给第一个处理机做的工作 让它做完了 其他通通停下来 把第一个处理机的事情做完 再让第二个处理机继续 再让第三个等等等等等等 所以每一个处理机 它都要这么多个处理步骤 我们有那么多个处理机相乘 那就岂不是就是总工作量了吗 很明显的 因为log小于n 所以这个呢 小于n的q次方 所以这个式是小于n的p下q次方 所以每一个在nc中的问题 也都是p的问题 所以nc是p的一个部分集合 nc这个字是怎么来的呢 nc是nick's class 是一个集合 那p是什么呢 polynomial 多像是 这个名词呢 是一位很了不起的 计算机理论科学家起的 Steven Cook 这里呢 nick是一个 有很深很广研究的学者 叫做nick pipenter 因为他开始做这种的研究 那么后来 cook呢 就把这类问题 就以他的名字为主 就叫做nc 问题是 我们知道了 nc是p的部分集合 但是nc是不是等于p 却是个到目前都还没有解答的问题 如果你是资工系 你大概知道 计算机有一个悬而未决的大问题 就是p是不是等于np 我们以后会解释np的意思 现在我们不说 如果nc不等于p 那就表示说 p里面至少会有一个问题 他不能用n的p次方个处理机 每个处理机用log q次方的步骤做出来 也就是说呢 这个问题可能无法很有效 甚至于没有办法用并行的方式解决 你可以在演算法的复杂度理论 complexity theory 或是其他的理论计算机科学的课程中 学到我们不会再深入讨论这个问题了 我们说过 我们不知道nc是不是等于p 我们只知道nc是p的一个部分集合 如果nc等于p 那么每一个目前我们所知道的 在p里面这种简单的问题 都可以把它平行化或是平行化 如果nc不等于p 我们就有这么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呢 难以或甚至无法被平行化 也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用多项四个处理机 然后log2的某次方的步骤做出来 这些问题呢 本质上就是顺序性的问题 我们难以平行化 这就是我们一直提到的 本质上是顺序性的说法 我们学到什么 我们很简单回顾一下 我们了解了threat的意义 跟不同系统下支援threat的方式 使用人threat跟系统threat 附线作业模型 附线作业在多处理机或多核心下 城市写出的基本概念 还有一些跟threat相关的名词 最后我们提到 协同城市跟fiber 额外的 我们讲到一些简单的历史回顾 还有本质上是顺序性的 inherently sequential的意义 这样就结束了我们第五讲 请看影片的说明 在那里可以找到我所有的这些投影片 可以从那边取下来 有城市的还可以在那边找到的城市 这样子我们process跟threat的基本观念就解释完了 下一次我们就要开始核心的部分 我们开始讲同步 希望你能够一路撑到最后 如果你撑到最后又懂了 我相信你在日后的工作 碰到这种并行平行的问题 就不会是一件难事 好我们就到此为止 下回见